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楊輝 歡迎收看股市未來學 今天一開始 我們跟大家談一下結構 因為大盤會漲會跌 我認為最準的方法 不是什麼波浪理論 K線理論 或者是什麼移動平均線 這一般你在市場上看多了 實時那個對大盤來講 最重要的是裡面的結構 它會決定方向 這個結構就按昨天 我跟大家談到的 今天漲49點 成交量1034億 好 這49點跟1034億 還有這個9.225的位置 其實它分別有一些意義 但是我認為剛剛談到的 最重要的是它的結構 那我昨天有談到 這些都是領先的結構 那這領先的結構 你在今天盤中看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看它 你怎麼去看我昨天寫給大家的這些 領先過了9月1號的9532 9532點的 已經早就過了9500點以上的高點的 這些領先的個股 其實盤中它有告訴你一些真實的語言啊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到而已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昨天談到的這領先的結構裡面 像合作 它這個地方它已經沒有要供 以當天我講短線上 短線上這個地方已經告訴你 它沒有要供 然後我再看下去 再包括2354的紅准 這個有在動對不對 好 所以包括說990市的保存 保存是一開盤找盤這個地方 我們先停在這個地方就好 保存是一開盤 它整個盤面在這個地方 在大盤往上衝的 第一個領先的結構 但是你看到的包括說2368 停在電腦畫面 包括2368的金像電 這個是領先的部分 包括航運股裡面的 航空股裡面的華航 這裡面只有兩檔股票 昨天簡單講 包括2409的友達 你看到的 友達其實我等一下會補充說明 這裡它短線上 它暫時也沒有要供 所以盤面當中 領先結構當中 只有保存 跟你剛才看到的2354的紅准 它有在帶動今天 上漲的指數當中 有這兩個股票在帶動 但是其他的都不動 那其他的都不動的時候呢 他告訴我們說 他沒有就是我昨天講的 不是要從9200直接去攻9600 因為領先的結構之中 大部分在盤中 他已經告訴你 我沒有要直接去攻9600 那到底強或弱 沒有直攻9600不代表不好 各位要清楚 不是說這裡直接去攻9600 直接攻什麼1萬點就特別好 不是 反而這個地方它的結構 有先有後 有強有弱 強弱之間它有一個地補的作用 反而這個盤才會真的越來越強 所以我們這裡面再看仔細一點 它這裡有一個地方 盤中最高來到9251 但是收盤沒有收過9236 收盤沒有收過9236 在什麼地方喔 9236是這裡 這裡有一個9236的缺口 那事實上在選前11月28號 這是11月28號的位置 選前的台灣50 他已經碰到了相對於9236的這個67.85 就剛剛好碰到一點都不差 他就剛剛好碰到這個地方 但是在選前禮拜五 大盤並沒有碰到9236 所以這個9236 我上個禮拜就已經在說明了 你可以先去看台灣50的67.85 可是台灣50到今天為止 他並沒有去讓你看到上個禮拜的67.85 可是大盤過了啊 大盤有過這個高點啊 大盤有過這個高點 可是台灣50 他沒有去過上個禮拜這個選前的高點 代表說 你今天看到的加權指數去過上個禮拜的高點 並不是台灣50裡面的全子股帶動的 這樣清楚嗎 就是我們講的 也是現在很多台面上的人在講的 就是中小型股比較活潑了 也就是我講的嘛 選前那個燜鍋打開了嘛 好 那你說台灣50 台灣50看台灣50有什麼用 台灣50這個地方是59 59這個地方你怎麼看 決定你後面這一段怎麼看啊 那從59他又長到這一段 這麼長一段 這是今年3月份59到這裡 59的時候我怎麼請大家去看台灣50 3月份台灣50過了59這個地方 寫得很清楚59這個地方 各位知道從3月份到後面 他又大漲了一段 所以這個地方是你會不會看會不會用的問題 而不是他有沒有用的問題 那所以簡單講嘛 大盤今天過了 今天過了這個地方 過了選前的這個高點 但是台灣50沒過 台灣50沒有過67.85 這個都上個禮拜你要設定好的條件 而這個條件有什麼用 這個條件會告訴你 接下來的盤當中你要怎麼操作 因為今天沒有收過9236 各位不要忘了 這個下影線 這個11月份的紅K線 我都直接跟大家預告 都提前一個月跟大家預告 連這個小小的地方 我也提醒你 今天他沒有收過9236 當然不表示明天不收過 他今天沒有收過9236的時候 你至少在今天的盤裡面 你不能直接追高 不能追強勢股不能追高 這個是今天找盤 你要先知道說 你今天的動作裡面 是要把你的進出點放在找盤 還是要放在尾盤 我其實這個判斷的前後順序 跟今天比較有關係的就這樣子 就是這個目的而已 而這個目的當中呢 他告訴我們 我等一下會做結論 這個盤是到底強不強 他還會不會再漲 那有什麼股票來帶動 有什麼機會存在這裡面 我認為所有的機會 他都是這一句話 趨勢等於消費者的需求 趨勢在什麼地方 各位一定要記得 你要記得這句話是 趨勢是每天要去想 包括我每天在為各位想 消費者的需求在哪裡 整個社會的趨勢 國際的趨勢 你說產業的趨勢 所有任何的趨勢 其實到最後 都要符合消費者的需求 那這個消費者的需求 並不是一般人 你現在在電視上看到的 從報紙上看到的很多趨勢 什麼消息 然後來告訴你 把它連在一起 把它很多股票 把它連在一起 然後講了很好的一個故事 告訴你說 這個是它的邏輯 我認為那個不是邏輯 真正的邏輯 不會讓你在很容易的 在媒體上看到 在報紙上看到 在電視當中看到 各位信與不信 因為真正一個趨勢的發展 它是在股票的真實的語言當中 它告訴你 可是這個真實的語言 一般人沒有花很多時間去看 你看不到那個趨勢在什麼地方 而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 我有沒有看到一個趨勢 我等一下會講一個 很完整的邏輯 來告訴大家 我們現在正在操作的過程當中 我們看到一個 什麼樣的一個真正的趨勢 我等一下會用我自己的邏輯 而不是一般人在電視上 編了一大堆故事 來告訴你 自己的邏輯有什麼好處 因為那是獨立思考的一個過程 你才有辦法 因為賺大錢的人 一定是有辦法獨立思考 簡單講 而不可能是附庸的 這很互惠的在這個市場上的題材 市場上的題材 能夠讓你賺到錢 那還真奇怪 那只是人家 把你賦予上面的一個東西 真正背後的一個原因 真正的趨勢在消費者的需求裡面 我等一下跟大家談 大家就會比較清楚 我現在先把昨天談到的結構裡面 有一檔股票是2409的友達 這個部分我先提出一個補充的說明 友達今年3月份 我這裡有畫一個紅色的框框 這個紅色的框框呢 其實我當時是在講 友達集團裡面 到底它的操作重點在友達 還是在明基財 還是在家世達 它要有一點厚黑啦 它臉皮要厚一點 才能夠像這個樣子的操作 可是它臉皮是不夠厚沒有錯啦 所以變成它到底現在是要 哪一個做重點 操作重點 那你現在看到這個是3月份的友達 我在這個地方 把它畫一個紅色的框框 這個紅色的框框呢 後來它確實是出現 這裡確實出現一個紅色的框框 然後這裡也從11塊多 漲到15塊多 可是也很快速的拉回這一段 然後再上來 好 那這裡我也跟大家提醒過了 它不能走這種量的形態 走這種量的形態到最後 它還會掉下來 可是你說現在量的形態走出來了嗎 還沒有 因為量的形態不是看一天兩天 這都是周線 這不是一天兩天 你要一步一步去看 它的能不能再漲 友達集團裡面的這個主攻手 主要的攻擊手 它能不能再漲 其實你就看這裡就好了 就看這個地方就好了 但是不是看一天兩天 而是要看後面這個地方 持續去看 好 那所以有投資朋友 就問到一個更重要的了 更有意思了 就是說那友達我知道了 看他後面的成交量的形態 可是還有一檔股票 很多人關心的叫加世達 那請問人回加世達 你應該怎麼看 他會不會說友達做一做 漲一漲 然後再去漲加世達 會不會 我認為這個量的形態 你仔細去跟友達對照 它是不一樣的 那簡單一點 如果你有加世達這一檔股票 這個位置一破 你要特別小心 這個位置破的時候 你要特別小心 節目時間的關係 我只能講到這裡為止 因為很多的觀念 在節目當中 你每天二十幾分鐘 我都希望你能夠 點點滴滴的去吸收到 包括這一檔股票 也有人在問 這跌這麼多了 好像很便宜 可以不可以買 可以不可以買 其實很多人一直在買 從30塊到18塊 融資一直買 這不是一點點 這是好幾萬張 好幾萬張的融資 就一路從30塊買到18塊 那這種類型的個股 我已經在節目當中 講過好多好多了 各位你自己判斷 其實你不需要去買這種股票 因為還有更好的股票等你 簡單講 你為什麼會 為什麼會從 為什麼會從30塊 一路買到18塊 往下一直買 為什麼 因為你一直一年多以來 我請大家要匯的這兩條線 這兩條線 這兩條線 壓著這個叫胖達人 胖達人壓下來 一路壓下來 這裡攤上還有100塊 各位知道嗎 這100塊各位自己去看 它後來又從100塊跌到30塊 為什麼會從 一路從200多塊跌到100塊 100塊又會跌到30塊 你說因為胖達人怎麼樣 其實我告訴你 你就算把股票名字遮起來 遮起來 你只要看到它根本沒有改變 它整個趨勢都沒有改變 所以它這裡跳空跳空上來 漲到100塊 它仍然可以讓你看到 跌到30塊 所以你要學的是什麼 最基本的原理 最基本的原理原則 每天你花一點時間去看 然後利用這一次 一年一度 一加一的一個新的年度方案 要讓各位感動的一個方案 你去利用它 然後學會它 你就能夠自己去判斷 一檔股票的一個走勢 這個不是很好嗎 一輩子的財富 待會回來我談一個 真正的一個趨勢在什麼地方 很有邏輯的來告訴各位 這樣對大家會比較好 我們待會見 我很好 我是Dr.Beauty 讓世界都變美 我是Happy達人 讓香蕉皮變成抗肉欲保健食品 自由經濟市盤區才是台灣的潮 既在地又有競爭力 一起炒飯 真 故事最真實的語言 傳 有價值的方法傳承 長 會員專屬績效長虹 現在您需要的是方法 全程專線02-8101-06文明 您準備好了嗎 為了您的負責 為了離心複雜難允的趨勢 心態一定要改變 改變才有機會 改變操作迷思 投資才會賺錢 讓您穩健獲利 這是我們的承諾 讓您安心操作 這是我們的保證 馬上接通電話 改變你投資的命運 02-8101-0600 真 故事最真實的語言 傳 有價值的方法傳承 長 會員專屬績效長虹 現在您需要的是方法 全程專線02-8101-0600 頭痛 請用五分鐘 爸爸 兒牌 兒牌氣密窗 專利附的是島塊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兒牌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最佳打鼓也是 男友 最記憲 先用記憲 五分鐘 大家好 歡迎回到股市未來學 我最近一直邀請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說我們現在新的操作的內容當中 會加上一些熱門的股票 然後它有成交量的股票 好進好出的股票 來做一些短線的價位設計 那你今天看到早上 你剛才看到 上半段看到的 今天盤中 在大盤衝第一段的 其實是要保存 那保存在選前 我已經跟大家過 這裡也可以做一個短線的價位設計 而事實上 它是有進來到這個上緣附近 它有進來到這個上緣附近 然後今天再去創新高 可是因為選前 我在看這個盤面的壓縮 所以我有把價位改到這個地方 所以這裡 它畢竟不管你怎麼做一個價位的想法 這裡畢竟有一個支撐 然後你看到的是 它能夠去創新高嘛 成交量非常的大 你這個短線 你至少也有一塊 也有錢可以賺吧 你這個短線 還是有一點點錢可以賺 因為這個短線 你一定要先注重安全 好進好出 你不能為了短線然後去套牢 這是滑不來的嘛 你為了短線然後去套牢 為什麼會被套牢 有時候是被量套牢 那這種股票是不會被量套牢的 只要你的觀念對方法對 你短線上其實反而是安全的 但是保存呢 我在同時間 這個價位設計完之後 我也在節目當中跟大家提醒過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並沒有收過 還沒有收過之前 自己要做一個注意 這是前後的一個關係 那目前盤面當中 它漲的個股的內容裡面 其實上個禮拜我們已經預告過了 選後大燜鍋一打開 這些中小型股開始活蹦亂跳 中小型股裡面 很多投資朋友是不認識的 那你認不認同 沒關係啊 其實我相信有一檔股票 大型股 這股票你認不認同 不是抱歉 不是他 是他 中鋼 中鋼你一定認同吧 一定認同 標準的基優股 我也認為短線上這個地方 你有必要去做一個 可以的話做一個 價位的設計想法 這檔股票短線有機會 而且風險不大 可是講到中鋼 電視之前的觀眾朋友就會 這種股票 人會你講別的股票好不好 你一定會想說 我講別的股票好不好 我要講什麼 我要講的就是說 中鋼大家都認識啊 可是中鋼我講了 大家都不要 對不對 好 那都不要沒有關係 你到底要認同什麼 你至少要先認識吧 現在的漲勢的內容當中 有很多股票你根本不認識啊 你根本不認識 你怎麼認同它 好 所以我們就來談一個邏輯 大盤很簡單 支撐支撐支撐 包括這裡的支撐 都很強啊 我從第一天這裡給它畫 就把這裡 這個地方 第二天 我就把這個框框畫好了 這裡畫好了 然後今天再把這個地方畫下來 所以這個你不用擔心 我會幫大家看 現在比較難的 我來談給大家聽 大力光的提示 大力光漲到2640塊 它是符合消費者的需求 因為現在很多人手機上面 都有它的鏡頭 什麼都拍下來 造就了大力光2640塊 今天我們要談的是 什麼都連起來 然後什麼都存起來 好 什麼都連起來呢 這裡有一個前後關係 這個是光通性 光纖 那你要什麼都連起來 你要先做光纖吧 所以上半年先漲光纖 那光纖這個部分 當時你看2月份看到的是它78塊 各位知道嗎 78塊的聯軍後來是漲到146塊 這個地方是78塊 這裡 你剛才畫面上看到的那個價位 就是在這裡 這裡我可以看得到 以後我也一定可以做得到 因為是同樣的方法 同樣的方法 我可以看得到 以後我就一定要做到 那做到你現在從78塊漲到146塊 至少這個130塊這個地方是合理的 這個我之前都講過了 可是我今天講的是 它是在什麼都連起來 大力光的提示 什麼都拍下來 什麼都連起來 連起來的前置建設叫做光纖 光纖網路 所以光纖網路它現在上半年先漲了 光通訊的部分上半年先漲了 然後這裡是當時78塊的一個價位設計 這個是更detail更細節的部分 細節的部分就交給我就好了 我現在要講的是 接下來什麼都存起來 什麼都連起來 上半年其實已經漲過了 好 接下來我們以下談到的 全部在這個地方 以下的股票個股 全部都在什麼都存起來 這個概念裡面 它不是一個概念 它是符合未來5年 10年20年消費者的需求 這個消費者的需求 不是短線的 它不是說你今天需要什麼 因為一個趨勢的形成 它是緩慢 但是你要去察覺的 消費者的需求裡面 從什麼都拍下來 什麼都連起來 接下來什麼都連起來 我們有方法可以看到這個高點 這個高點 然後這個地方長了 這其實長超多的 這裡是不是高點 其實我當時就講 我認為這個高點還有個問號 它這裡還不見的是高點 按照我的方法來看 因為同樣的現象它並沒有出現 這裡出現現象並沒有出現 那我對它其實還滿有興趣的是因為 你什麼樣的一個產業 可以跌成這個樣子 然後再從個位數2塊錢漲到62塊 可以從40幾塊跌到2塊 然後可以從2塊漲到60幾塊 這裡面充滿了多少的 這個叫風險 這個叫利潤 這個股票好刺激啊 這真的可以讓人致富啊 因為我也看到很多人 不是很多人 有投資朋友 300張一路報到2塊錢 300張報到2塊錢 你知道那個有多難過嗎 然後2塊錢又報上來 報上來這個地方很難 然後就是沒有辦法報到這個地方而已 現在當然有新的方法 可以讓你繼續報到更好的位置 可是我今天要講的是 它是什麼都存下來啊 什麼都存下來對不對 什麼都連起來 什麼都存起來 什麼都存起來 裡面用到記憶體 那美光昨天還創新高 昨天前天這兩天連續都創新高 這是週限 美光的週限它在創新高 這個創新高的過程當中 我們來看 你可以直接去看華雅科 也可以直接去看美國的美光 這個都是什麼都存起來 可是你也可以跟著我們去看 比較活潑的 比如說我昨天談到的 它的業績裡面 它的營收裡面 美光佔20%的 這檔股票 昨天漲停 昨天漲停 是準備要過9500點高點的漲停 你也可以跟著我們注意 這種比較中小型 籌碼比較集中的個股 你也可以跟著我們去看 儲存 記得今天我談的整個邏輯裡面 是什麼都存起來 為什麼要有邏輯 如果我不談這一段的一個邏輯 我就跟別人一樣 每天告訴你 我有一檔股票 然後什麼都不講 明天反正你來 我看什麼股票最強 明天最強的股票 你就去買明天最強的股票 明天最強的股票 明天最強的股票 不是只有一檔 可能有十幾檔 叫十幾個會員去買十幾檔股票 反正那個都叫做我有獎 這樣子很無聊 各位投資朋友 你看電視看那麼多年了 一個趨勢的行程 你是可以賺大錢的 你不要去忽略它 可是這個趨勢是很少人能夠講清楚的 然後講清楚你才能看得清楚 看得清楚你才能夠做到 穩穩扎扎實實 穩穩蕩蕩的去真正賺到裡面的錢 這個才是實在的 才是真實的語言 所以什麼都存起來裡面 這裡面呢 各位注意看這個數位儲存示波器 又是一個儲存 什麼都存起來 這個儲存的示波器 可以讓你的系統的頻寬提升一倍 這個不是新的產品 而是新切入的一個市場 一個公司一檔股票 可以新切入的一個市場 以前沒有的 現在有 而現在有的以後會更多 這個叫賺錢的趨勢 所以這個就是其中一檔 今天漲半根 今天漲半根 今天漲停板的是這裡 又是一個光儲存網路模組 今天漲停的是這裡 今天漲半根的在這裡 今天漲停的在這裡 都在我們的手裡 所以這個不就是我要邀請大家的嗎 對的方向去堅持 然後趨勢在什麼地方 趨勢在我剛才談到的 什麼都存起來 這些股票值得我們一起去注意 邀請各位一起來操作 那你也可以利用我們 一年一度的一加一的方案 直接馬上跟我們現場的助理 預約明天的漲停板 時間關鍵會覆覆到這邊 明天再會 拜拜 decía 張多еть 請 小廟 小廟 我不只有車 我還有司機 认真负责人 久后不开车 真 故事最真实的语言 传 有价值的方法传承 长 会员专属绩效长宏 现在您需要的是方法 传承车信02-8101-0650 您准备好了吗 为了您的责号 为了您新复杂难养的趋势 新海一定要改变 改变才有机会 改变操作迷思 投资才会赚钱 让您稳健获利 这是我们的承诺 让您安心操作 这是我们的保证 马上接通电话 改变你投资的命运 02-8101-0600 真 股市最真实的语言 传 有价值的方法传承 长 会员专属绩效长宏 现在您需要的是方法 传承车信02-8101-0650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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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